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玩塔罗 那我们今天要来占卜的题目是呢 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 他是否想念你哦 他有没有想念你呢 好的,我们在画面上呢 看到四种宝石座 我们今天选择的一个参考 第一种呢,是 橙微灰石 好 第二种呢,是 天和石 好的 第三种呢,是 红兔毛水晶 好,就是我们俗称的 红兔毛哦 最后一种呢,是 蛋白石 好的 现在呢,请你闭上眼睛 深呼吸三次 深呼吸完了之后呢 请想着你自己 想着某个人 想着我们今天的题目 我心里想的这个人 他是否想念我呢 想好了之后 请你睁开你的眼睛 直觉地从这四种宝石当中 选择其中的一种 选择好 选择好 选择好了之后 请你记住上面的号码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 如果你是选择到 强微灰石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 我们看到这十二张牌 前三张代表的是 他前一段时间 他之前一段时间 是不是会想念你 中间这六张牌代表 目前的他想不想念你 最后这三张牌 是未来你们之间的发展 或者是 未来的他会不会很想念你 好的 我们这边看到第一张牌 是审判牌的证位 这张牌是顺背巴的证位 还有这一张是 顺背皇后的逆位 好 这三张牌讲到过去一段时间 第一呢 他自己的情况上是 他看起来像是走出了 某一些和你之间的一个阴霾 或者是说 他走出了某一些事情 我们这边呢 从这张叫做审判牌 可以看到这一点 他自己很努力的要往前走 去思考一些新的东西 新的事物 然后 我觉得他有故意不要去想到你 但 这就代表他有在想你了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顺背皇后的逆位 所以代表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的内心其实是有想起你 有想到你 他还是会想念你 可是他会强迫自己不要去想你 我觉得他自己有在压抑他自己的一些情绪 特别是在过去一段时间是很明显的 好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现在 现在的这六张牌呢 就相对比较有趣一点 第一张牌呢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力量牌的正位 我们这边还看到的是前臂皇后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的是权杖侍卫的正位 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呢 现在的他其实我觉得表面上看起来 对你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想念的一个情况 可能你也许经由朋友的嘴巴里面 也不会听到说他有没有很他 就是你经由朋友的转述 大概也不太会听到他想念你的这件事情 因为目前的他外表上看起来 就是他把他自己过得很好 也许工作上有一些不是这么如意的地方 可是他还是很努力的去过他自己的人生 就是他会很用心的 比如说好的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工作上啊 或者是他在人生其他方面上 对于和你之间的一个部分上面 比如感情这一块 他并没有特别去想到你 表面上是这样 可是实际上面来说 我们看一下 他的内心里面 我们这边看到宝剑皇后的逆位 我们这边看到宝剑酒的正位 我们这边呢 其实还看到一张高塔牌哦 其实对他来说 时不时还是会想到你 但是这种想念 比较不是快乐的那种想念 他可能想到的都是 过去你跟他之间发生的一些事 可是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心情就会很不好 而且有时候突然发生什么事情 就会让他联想到 你们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 他其实 我觉得他心里面始终没有忘掉你 他还是一直记得 跟你过去之间发生过的所有的事情 可是他 很 如同我们前面所说到的 他自己其实很努力的 不想去想这些事 他在控制他自己 不要再去想 因为他想起来 他就会很难过 很不开心 因为不管是宝剑酒 或者是高塔牌 其实都不是一张开心的牌 而且我们还看到的 宝剑皇后的逆位 其实他想到 跟你有关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相对来说 他会觉得很难过 甚至于是有痛苦的感觉 所以他会去 表面上撑起来觉得 OK没问题 他就好好过他人生 可是他心里面 还是会时不时想到你 好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最后这三张 这三张是 前壁酒的逆位 教皇牌的正位 跟正义牌的正位 这三张牌代表在 未来一段时间当中 他慢慢可以去稳定住 他自己的情绪跟心情 前壁酒的逆位 跟教皇牌 这两张牌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意味存在 就是他自己呢 在面对到 跟你的过往的 这段事情的时候 他其实慢慢的可以 把自己的心情 给稳定下来 他就比较不会有 想到你的时候 会这么的不开心的 一个情况 而且我们还看到了 正义牌 所以他其实慢慢的会 找到一个 自己的平衡点 然后也许是 靠着宗教的力量 他找到一些 正面的能量 让自己可以 在想到你的时候 至少不是这么的 不开心或者是 至少不会都只想到 不开心的事情 我觉得对他来说 是这个样子 所以对他而言 我觉得 他的一个状态 就是至少在未来 两三个月 他自己在面对到 你或是想到 跟你有关系的事情的时候 他还是会想到的 我觉得他心里 始终没有忘记你 他还是会想念你 可是至少 不会像之前这么难过 我觉得他花了 很长一段时间 在走出某一些 他自己的一些阴影 或是他不能接受的状况 所以对他来说 这是一段 至少目前的 他是一个 正在走一段 蛮辛苦的过程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他 他真的有点 可怜吧 应该是这么说 那我觉得 如果你只是单纯想问 他想不想念你 我觉得他是想念你的 可是这个想念的过程 让他其实有点煎熬啦 我说实在话 好的 我们用爱的需求 占卜卡来看一下 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 我们看到这三张牌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这张 检视你的根本态度 你需要 现在的你需要检视一下 你对爱是否够坚定 其实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你必须要先弄清楚 你对他的态度是什么 你到底是想要跟他有感情 还是你只是觉得 面对他很遗憾 你有很多的东西 是你自己要先 好好回头去检视一下 去思考一下 你到底是怎么看待他的 看待这个人 看待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所以 你要先回头看看你自己 好 第二是放慢脚步 真的不要急哦 假如你的情绪已经开始激昂 代表你已经超之过急 请放慢脚步 让事情自然开展 这个宇宙在提醒你一件事情 不要急 因为你如果很急的话 现在的他其实没有办法面对你 就算他想念你 但是他没有办法面对你 面对你的时候 他可能会想到很多 让他煎熬或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对他来说 他需要时间 所以这个宇宙也在告诉你 要放慢脚步 最后是 说出带有爱的语言 爱的话语 拥有强大的力量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包括你自己 如果你真的确定 你对他有爱 你跟他之间有 想要有更多的一个发展 想要让他跟你之间关系 重新修补 那你就必须先 由你这边主动说出 又带有爱的语言 但是 放慢脚步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吗 好的 就是选择到 强违挥时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 结果 好的 如果你选择到天河时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 我们看到这十二张牌 前三张牌代表是过去一段时间 他是否想念你 现在这六张牌代表 现在的他心里面是不是想念你的 未来这三张牌代表他在之后对你的一些看法或是想法 好 我们看到第一张牌是 圣杯舞的逆位 我们第二张牌看到的是圣杯七 第三张牌的看到的是圣杯七 保健九 圣杯七和保健九都是正位 好 这三张牌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 他其实慢慢走出了某一些伤痛 难过跟不开心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圣杯五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圣杯七的正位 所以代表他走出了某一些伤痛跟不开心的事情之后 他开始对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有更多的想法 更多的想象 他觉得也许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一些发展 所以他是有在想念你的 他是想念你的 没有错 可是我们看到保健九 也就是说 他有这么多的想法 可是到最后 他又觉得这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他自己想到你之后 他又会很难过 所以对他来说 过去一段时间 他看起来好像走出了某一些伤痛 但是只要想得越多 到最后他就越难过 所以对他来说算是 之前一段时间算是蛮煎熬 蛮难过的一段时间 好 现在的他 我们这边看到第一张牌叫做是 女皇牌 我们看到的是圣杯三的逆位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圣杯四 他是想念你的 他现在还是很想你 在你 在他的心目中 你还是最棒的那个人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女皇牌 然后呢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圣杯三的逆位跟圣杯四 其实是讲到一个点 就是 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你 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他一直在思考说 我是不是该这样持续的想着你 因为 想到 你 他就会想要跟你联络啊 或者是想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可是他又会觉得说 也许你们之间的关系 已经有一些改变 他是不是也该去调整一下 他的行为 所以他自己有去思考这些事 现在呢 他呢 其实会想一些方式让他去做一些比较分心 不要再一直想到你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钱碧石 我们这边还看到是圣杯国王逆位 我们这边还看到恶魔派 简单来说就是呢 第一 他可能把很多他的心思 尽量放在他家人身上 尽可能的不要去 再去想到你 因为 他目前还在思考说 该怎么去面对你 所以 他是有一直在想到你的 可是他知道这样不能 他不能这样一直下去 所以 他开始把比较多的心力放在去 他的家人 关心他的家人身上 另外一件事就是 圣杯国王的逆位跟恶魔派 其实有一点点就是说 好了也不是有一点点啦 他开始往 比如说 早一夜寝 比如说 或者是去跟别人搞暧昧 也就是说他需要有一些人 需要一些感情去 给他一些治疗 或者是说他需要有一些对象 让他去找寻一些快乐 他会想办法去 我觉得他是在想办法去忘掉你啦 可是就是 我觉得他是想念你的 但是忘不掉 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最后我们这三章看到的是 月亮牌的正位 权杖一 还有世界牌 未来两三个月 我觉得他其实都都少少会 偶尔会想到你 但是他慢慢发现 自己越来越没有那么想你了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月亮牌 代表一件事情就是 他开始发现 有一些时间点上面 他开始可以慢慢放下 他可以 没有这么的想念 你没有这么多 再把很多心放在你身上 或是想到过去的事 他就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想法 就是起起落落 比较不像之前 可能常常 比如说不像现在 可能常常会想到你的事情 好 那我们看到权杖一的正位 跟世界派 其实也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说 第一他可能开始去探索一些新的世界 就是可能找新的对象 或者是 把 可能出国走走 他可能会花一点时间去旅行 不见得出国了 可能是去旅行 走走散散行 可能有一段时间 不会跟你联络 因为他会觉得这样 对他而言会比较好一点 他可能需要 想办法去放下 跟你有关的一些事情 就我觉得相对来说 你会慢慢觉得说 好像未来两三个月 他也不太会主动的 跟你有什么来往 你可能从他的一些 也许 IG 也许 Ttalk 也许 X 推特 或者是联署上 你会看到他可能到处跑 在未来 他可能慢慢的 可以去放下某些事情 然后对你 可能保持一个 像朋友的距离吧 偶尔关心你一下 我觉得他开始 慢慢的去调整他自己 就是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情况 好 接下来我们爱得去占卜卡 来看一下这个宇宙 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我们看到这三张牌 第一张牌呢 我们看到为某人做某件事 去关怀某个人 如果你觉得他对你很重要 如果你想要跟他 保持更多的发展 你希望他更想念你的话 你就必须要为他 做某一些事情 爱让一切变得不同 爱能疗愈过往伤痛 给予人安全感 自我加急 以及自我真实感 我觉得宇宙在提醒你 你要不要先想一下 你对他还有没有爱 因为有爱 很多事情就会不一样 有爱你的态度会不一样 那在面对他的时候 也会有更多的不一样 我相信他也会感受到 而且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如果你还爱他的话 请乐于表达爱 当我们表达爱 我们就开始接受到更多的爱 也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 你还爱他 还希望跟他有更多的一些 发展 或者是一些互动 那么你就要乐于表达 就是你要对他 在面对他的时候 你必须要乐于表达爱 好的 这就是选择到 天合时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 如果你是选择到 红兔毛水晶的朋友们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 我们看到这12张牌 前三张牌是之前一段时间 他是不是想念你 那中间这6张牌 是现在的他 对你有没有 很想念的感觉 然后最后这三张牌 是未来 他的一个状态 好 我们前三张牌看到的 第一张牌是 宝尖三的逆位 宝 圣北五的正位 还有第三张牌 是 力量牌的一个逆位 我觉得对他来说 前一段时间 算是很辛苦的一段时间 他是有想念你的 但因为这些想念 对他来说 带来了一些压力 我们看到宝剑三的逆位 还有 圣北五的正位的时候 其实都讲到一件事 就是 假设你们是属于分手的 或是吵架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些东西 对他来说都很少 那他已经没有这么的痛了 但是他就是想到你 想到跟你们两个之间 有关系的事情的时候 他还是会有一些 忧郁 难过 跟悲伤的情况发生 而且 我们这边看到了 是力量牌的逆位 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处在一个 精神状况 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 就是很多事情 只要一发生 就会刺激到他 然后他就会觉得 很难过 甚至于会一直 掉眼泪之类的 所以对他来说 他的心里面 其实是 蛮苦的一个状态 在之前一段时间 但是很清楚的是 他是想念你的 而且还想念 跟你之间的一些过程 一些互动 好 这是现在的情况 我们现在六张牌 中间的六张 是现在的情况 我们看到的是 审判牌的逆位 宝剑石 还有 钱币酒 简单来说 就是他还是想念你 现在的你 现在的他还是想念着你 可是 他告诉自己 我们两个之间 应该某一些事情 某些状况 需要让他结束 我不应该继续想念你 审判牌的逆位 跟 老剑石 这两张牌 其实有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 他自己在强迫 他自己要 走过去某一些关卡 或走过某一些 情绪 我觉得他 现在的他 还是相对 比较辛苦一点 而且我们这边 看到的是 前逼一的逆位 女教皇的逆位 还有 女皇牌的逆位 这三张牌 其实都讲到一件 就是 这三张牌在一起的时候 就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 他其实在摸索 怎么往前走 怎么去 不要想你 对他来说 想到你 他其实是一个 会让他觉得 身心俱疲的事情 比较严重的情况 那 我觉得对他来说 我觉得对他来说 想到你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 让他觉得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 对他来说 最好的方式就是 不要去想你 所以他一直在思考 怎么样才可以 不要去想你 他也会去求助一些人 所以在他目前的情况下 就算你去 就算你他的身边的朋友 问他 他有没有想你 他还是会跟他的朋友说 没有 即便你从他的朋友身上 得到的答案 一定都是没有 因为他开始拒绝去 回答这个问题 或者是说明明有 但是他还是会说没有 好 最后这三张牌 代表的是未来 他的一个心理状态 我们看到的是 圣杯八的逆位 星星牌的逆位 还有 圣杯国王 其实我觉得他持续的 一直都很想念你 这种想念你 反倒是会越来越浓厚 没有办法去 放掉的 但是他没有勇气去面对你 然后他觉得跟你之间 关系上 好像不是他能够去处理的 也不是他能够改变的 所以其实有一点点的 小小的一种绝望感 可是对他来说 他觉得跟你之间的互动 是很 他还是很期待跟你有所互动 所以 我觉得到未来 他对你的 想念是会变多的 可是你会发现 他也会想办法去躲着你 我觉得对他来说 是一个很矛盾的状态 好的 我们用爱的序 张普卡来看一下 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我们看到这三张牌 这张牌是爱原本的你 你是一个具备神性的美好人类 值得拥有 值得拥有生命中 值得拥有生命必须给你的一切美好事物 这个宇宙会告诉你 爱自己是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宇宙也希望你可以把focus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你就好好做你自己 好好的爱你自己 暂时不要去想跟他有关系的事情 不要想太多啦 有想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说你要先试着去爱你自己 把自己过得好一点 这是很重要的事 共度宝贵时光 心无旁骛 专心一意的与身边重要的人相处交谈 互相相互聆听对方说话是相当重要的事 如果你觉得他很重要 如果你想要再跟他有一些互动 这个宇宙会觉得 那你就想 你就跟他相约 共度一下宝贵的时光 但就是可能喝咖啡 或是好好的聊聊 碰个面 不要用讯息 就是你一定要面对面 一起去看着对方聊一些事情 如果你真的想 你真心想要跟他再有所互动的话 就好好的跟他互动 不是用讯息 不是隔着视讯 就是要你们两个面对面 这个宇宙会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他有更多的一个互动 或者是回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你必须要想办法 还有 休息和放松是很重要的 每一个人都有休息的根本需求 这宇宙也在告诉你 或许你最近 放了太多心力跟精力在这个人身上 你可能花太多时间在思考 跟他有关系的事情 休息一下 放松一下 你会想到更好的一个方法 好 最后是选择到红兔毛水晶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 如果你是选择到占白时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 我们看到这十二张牌 前三张牌是代表过去一段时间 他和他是否想念你 好 现在这六张牌代表 现在的他想不想念你 未来这三张牌代表 他之后会不会想念你 好 我们看到的是 第一张牌叫做是权杖八的逆威 星星牌的阵威 还有宝剑七的逆威 这三张牌代表的几件讯息 第一个讯息就是呢 他其实花了一段 花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就之前花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去 稳定住自己的心情 可能他把自己关在家里面 不做一些事 或者是他在思考跟你之间的关系 他自己把很多的脑袋放在 对未来的一些规划上面啦 那坦白说从星星牌跟宝剑七的逆威 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 他自己其实内心已经没有什么 其他对你的太多的一些想法 他开始在计划未来新的生活 新的人生 但是他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去慢慢沉淀的 所以他并不是很快速的 就是说就直接把你抛在脑后 也不是 他其实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但是就是说他在慢慢的放下 我觉得这是他之前的一段 的一个情况 一段时间的一个情况 好 现在的他呢 第一 我们看到的是 圣杯三的正位 我们看到的是 宝剑五的正位 我们还看到的是 前壁三的逆位 这三张牌 讲到了几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就是 他开始会去 认识一些新的对象 圣杯三 其实可能会跑一些 小小的朋友的聚会 或去一些朋友的局 跑一些趴之类的 那他自己保持着一个状态 就是说 因为我们看到宝剑五 还有前壁三的逆位 他自己很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也许现在的他 还不适合跟谁 有更多的感情 可是呢 他也不见得会 再去想到你 他会觉得 应该是说 他现在也跟 跟你有关系的人 保持一个距离 也就是说 他其实 并不是很想 跟你有太多的一个 更多的往来 对他而言 所以平常 如果说 他知道某个朋友 可能跟你之间 比较多互动 他可能就会疏远 那个朋友 会跟你保持一个距离 也不会想要去影响你 但是他想要自己 过得快乐一点 好 我们这边又看到 宝剑五的逆位 太阳牌 还有女教皇 他自己其实慢慢走出 一些伤痛跟难过 所以其实对他来说 现在的他 因为我们看到 太阳牌的中间 我们这边还看到 女教皇 他自己面对感情 这件事情 面对你的时候 他自己其实现在就是 用很正面的态度 去看待 结束就结束 他真的走出来 然后 他真的没有很想你 就没有去 特别想到你 女教皇牌代表的一个 女教皇牌加太阳牌 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在面对过去的 这些感情的种种的时候 他现在可以 相对的 用比较稳定的情绪 去看待他 然后他也开始追求 他自己生命当中的 新的美好 或者是 正面的一些 人生经历 也就是说 他不再去 思考 是否 跟你有关系的事情 也就是说 他真的没这么想念你 他开始想要过 他自己好好的生活 他开始想要 好好的去过 他自己的生活 新的生活 然后对感情这件事情 就是 他目前也没怎么想要谈感情 没有想要跟别人 有什么发展 所以他现在就是觉得 他想要去过他的新人生 所以他也没有特别去想念你的原因在这边 未来这三张牌 就是最后这三张牌 代表的是 他之后会不会想念你 我们看到的是 权杖的骑士 我们看到的是 十上杯酒的逆味 还有月亮牌的逆味 其实未来一段时间 他可能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面 感情的事 他也不怎么去 他也不怎么去 有任何的想法 他就是觉得 啊 算了 感情这件事情 我先放着吧 现在可能不是适合我谈恋爱的事件 可能短期内 他都不会想要谈恋爱 不会想要去想到跟你有关系的事 另外一件事情 是我们看到月亮牌的逆味 月亮牌的逆味 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 他其实回到了一个点 就是说 他不再会因为你的事情 而会有情绪上的一些强烈起伏 他心境上相对是平静的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两三个月 他其实也不太会去有特别想念你的一个状态 因为权杖其实在这边很清楚地讲到一件事 他的所有的心力 所有的想法 其实全部都在工作上 他要去做他的人生时间 所以他其实并没有特别回头去想到你 好的 我们用爱的序章补块来看一下 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的 我们第一张牌看到的是保持信心 对当前的处境保持信心 如果你听了我刚刚的占卜之后 你觉得 他是不是 讨厌我 其实没有 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就是 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个新的进展 但是这个新的进展可能不是 你原本想象中那个新的进展 但是你要对这些处境保持一个信心 好 相互了解 学习怀抱爱来满足对方的需要 这对一份关系的成长很重要 这个宇宙在鼓励你跟他发展一个新的关系 但是你要先了解他的状态 了解他的情况 尊重对方 你们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 一个新的往上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变化 最后一张牌叫做新的爱 请全力拥抱这个爱的新机会 他可能与你的工作机会或灵性成长有关 这个宇宙在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会有一个新的爱出现 所以不要再去想你现在想的这个人 你这个我们刚才单补的这个人 他不是你的新的爱 他是旧的 他是过去的 请你去想新的爱 因为你新的爱将要来了 要出现了 这个宇宙在提醒你 新的爱很重要 他可能从你的工作上 或者是某一些灵性成长上 比如说你看到某个人 你突然很有感觉 等等之类的 你的新的爱是会出现的 亲密把focus放在新的爱上面 不要再去想这个旧的人了 好 就是选择到蛋白石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